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让我们的蟹枣兰开爆棚 蟹枣兰是仙人长颗附身的肉质植物 灌木状 茎垂旋多分枝没有刺 老茎会成半木质花 幼茎是一个扁平的状态 开花的时候都在这个姿顶 颜色也有很多种 开花的时候会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们养不久了 大家都就会发现 自己养的蟹枣兰不开花 或者是长了花花 还没有开花就凋谢了 那一般是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如果我们是新买回来的蟹枣兰 没开花就落泪了 那是因为可能刚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一般就盆栽会处于一个适应期 那自身就会先放弃开花 先来适应这个新环境 这种一般只要适应一段时间 正常养护就会开花了 也有可能是我们浇水不当导致的 浇水太停或者是长时间干旱 导致这个花朵掉落 并且在浇水的时候要注意水温 水温和土壤的温度差异太大 也会引起这个花垒的大量脱落 那曾珠在卸垒后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有花垒了之后 要适当的减少浇水了 等盆土干透了以后再浇 再一个就是卸澡栏 它喜欢阳光 光照不足会落雷 温度太低或者温差太大也会落雷 所以温度要保证在15摄氏度以上 不要经常搬动这个卸澡栏的位置 尤其是我们室外阳台和室内 两头搬的这种情况要避免 最后就是我们平常养护卸澡栏 要注意给充足的养分 我们可以往里面加点羊粪 兔子粪便等这种腐熟的肥料 动物的粪便肥效非常充足 一般像我们这种花盆 埋上的几粒半年都不需要失肥了 以上就是如何让卸澡来花开爆盆的介绍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关注按钮